在今年的二月初 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約劍 告訴我要提名來擔任這個職務 蘇貞昌院長只有一個任務的期許 那就是要改進各項選務的缺失 避免去年11月24號公投大選所產生的困難 再一次的來重演 只有這麼一個任務的提醒 同時也會交代我 因為外界可能會對這個人事案有所益利 所以我們要主動的 我們要率先的來解決所謂的黨籍的問題 那我在接受蘇貞昌院長的提名之後 我們馬上的來依照黨內的程序 註銷了我的黨籍 這個並不是有人解讀為之心虛 而是一個決心 而是一個跟社會大眾的交代 那當然光靠準法獎還不夠 往後我也會記取各界的期許 我會跟所有中選會各地選委會同仁 大家共同努力 確實地能夠來遵守法律規定 維持這個機關的一個獨立性 我們要依法中立地來執行各項的業務 在這三四個月的時間裡面 包括不同的政黨 包括社會的團體 還有媒體 大家真的焦點都在於 對我的黨眾對角的一個威力 我想趁今天這個一個機會 跟我分享幾個看法 第一點 就法律面來講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組織法 他並沒有限制 具備黨籍的人來擔任委員 他反而是正面的來承認 是可以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規定 我們委員裡面 具備同一黨籍的 不得不得超過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 這就是承認 具備政黨背景的人 他一樣可以為全國的選務 來效力 這是法律的成人國家 我並沒有違背法律的規定 來就任這個指揮 就政治面來講 各位都知道 我們實施的是一個政黨的政治 而政黨的政治 是建基在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 如果政黨政治 脫離了民主政治 那這個政黨政治 是一個壞手 是一個非常危險的 還好 我們也要是建基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之上 民主制度追求的是什麼東西呢 以民為主 要追求人民最大的福利 要追求國家的福利 那這樣子的話 就是國家人民的利益 是要遠高於政黨的利益 否則政黨政治就沒有存在余地 也因此 也因此 我們很期待 各政黨 都不要自外於 國家機關 國家機制的一個支持 跟維護 去年2018年 英國的經濟學人 這個組織 公布了2018全世界民主等級的一個排行 臺灣在165個國家跟地區評比當中 我們列居第32位 在亞太地區呢 臺灣是高居第5名 雖然不是絕佳 但是呢 臺灣的確已經是邁入了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 我們不要妄置非國 我要講一句話 如果政黨 他們認為 具有政黨背景的人 無視於擔任國家獨立機關的職務 假如他們認為不適任的話 那麼 我們如何能夠期待一個政黨 他能夠致力於 維護 支持 一個國家獨立機關的運作 這個是值得大家深思的問題